基本上就是這個地方,一定有一個Footer Footer就是頁尾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點擊之後,你會發現頭在這裡,尾在這裡 尾巴一定是斜線DIV 中間你要加一個什麼,加一個這個東西叫Netbar Netbar實際上是什麼,就是指的其實就是一個尋覽列 然後放到裡面,特別注意喔 剛剛你在選取的時候一定要選到整個DIV 那要怎麼選到整個DIV,有時候不好選 有時候會一選,奇怪就選到整個對不對 其實有個技巧,你選這裡面,選這邊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游標選到這邊有一個選舉上一層的標籤 再點兩下,點第三下有沒有,你會發現它就幫你把它選起來了 這邊有一個在應該算是第幾個按鈕 就是這一層第六個按鈕,它就選到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就有一個Netbar 你把Data Law選到Netbar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這地方做出來的效果 可以在瀏覽器中預覽一下,然後把它Save一下 OK,各位可以看到就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怎麼樣呢 它往下捲動就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就是在Footer點一下 把Footer這個地方選,然後找到一個叫做Data Possession Possession就是它的位置,相對位置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固定的,Fixed 那這樣的話,將來在捲動的時候它就不會跑掉了 比如說我把它Save之後的話,在瀏覽器中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你會發現它一直都會在下面 你怎麼捲它都在下面 這個效果的話,基本上就是Fixed 記得就是選哪一個呢?選一整個底下的頁尾 然後把它固定住 那再來的話就差什麼呢?超連結跟上面的圖示 所以超連結跟圖示怎麼做?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選它,前面好像有講過啦 選它之後的話呢,超連結到哪裡呢? 這個是Jing Home 應該沒問題 然後Jing Home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Icon 所以Data Icon的部分在這裡 Data Icon選哪一個呢? 這個攝影名詞的話我們選Info好了 它會有Info的圖示 那相片,相機種類的話應該連結到哪一個呢? Page 1嘛對不對 然後它的種類我們用Data Icon的部分的話 我就給它一個什麼Icon呢? 種類的話我用一個Gree好了 就是一個Gree的話就是一個表格 然後欣賞的話就是連結到哪一個呢? 插入連結是Page Page 2嘛 然後再來 就是插入一個Email信箱,寄信件給你 所以這個怎麼做?我們來看 我直接用Plus好了 OK 那意見回覆的話 就是插入 這個地方不是在這邊做連結 而是在常用裡面插入一個超連結 常用 然後這邊連結的話 取消一下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打一下Mail2就可以了 直接再連結 本來是緊對不對? 你就打個Mail2 Mail2 冒號 然後打上你的信箱號碼 然後小老鼠 Gmail.com 這樣的話呢 它不是做超連結 而是怎麼樣? 而是寄信給你 OK 所以這邊有個Mail2冒號就可以了 多一個Mail2冒號 再加上你的Email信箱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會是寄信給你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意見 意見回覆的部分 我們的Icon用 用哪一個比較好呢? 用一個Check好了 OK 好 做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把它Save一下 也就是在底下要能夠做出一個尋覽列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它瀏覽一下 再Chrome瀏覽一下 那你會發現 做出來就類似像這樣的 這個是最後的完成結果 那只要捲動有沒有 一定會在下面 你不論怎麼捲動 這個 無論怎麼捲動都在下面的話 基本上是 那個那個 我們剛剛是用那個 在Footer 有沒有 這個Footer的部分 Fix這個地方 Data Possession Fix 主要是這個地方做設定 那另外就是說 超連結部分的話 直接點它 然後做超連結 我想這部分的話 各位 Icon的部分 自己再選一個 就可以做出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效果 自己的效果 那現在點下去 相機種類 點下去 裡面沒有 因為我們還沒寫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沒有跟2 直接要空格 不用 沒有2就連在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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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